我们要不显示 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可以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是12月 2015年12月1号 那我今天希望能够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 那是三 那三个位置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礼拜二 也就是移动三个位置 但是要把原来的位置加回来 所以再回头一下 那怎么做 首先你必须从哪边去动手脚 特别注意 那位置我讲过 Column是它的位置 后面是它的倍数 所以呢理论上你应该要在 游标放在A3 再点一下Column后面 记得先把它减掉 减掉哪个位置 第一天的位置 OK 然后呢 记得把它锁起来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向右向下都是会固定住 所以按F4 两边都要锁 因为向右向下都要一定固定 在L4 所以打勾 好 那你会发现 向右第一天跑到这边来了 所以怎么办呢 应该在这里才对啦 所以必须怎么样 再把它1加回 加1 减掉L3加1 打勾 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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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 好 那各位可以发现 第一天的位置就对了 但是 我们应该到31天 它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这里面 这个表格里面 里面的数字是正确的 但是需要怎么样 不要出现 不要出现 1以前的 不要出现 31以后的 把它删掉 那当然你不能说每次用手动去把它删掉 所以必须利用函数的方式来删 那函数怎么做 前面好像在那个逻辑函数里面有提过 这个在日取时间函数里面有做过类似的 在那个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里面不是也不显示的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不显示的有两个逻辑 一个逻辑是小于1 一个逻辑是大于L3 两个逻辑 有没有 一个是小于1 一个是大于L3 要把它锁起来 这两个逻辑 所以这中间是必须用 那有两个逻辑 那这两个逻辑呢 一定不可能同时出现 所以用什么 偶 对不对 应该知道意思吧 因为不可能说这个and这个 不可能 不可能它又小于1 而且又大于30 大于那个L3 不可能 一定是或 这种状况 或者这种状况 出现的时候怎么样 那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删掉 那怎么删掉 很简单嘛 给它空字串不就好了 空字串就两个什么 双引号 表示 但是不显示资料 反之的话呢 再输入之后